第1178集 他感觉战局变化的太快 林明之前还勉强能支撑一下 可面对全力以赴的大红太子 他突然就一败涂地 就在盛美摸到自己的黑色古剑 打算一剑劈出的时候 他突然愣了一下 他看到在大红太子身后 那口被大红太子一刀劈飞的阴阳沉暮中 仿佛被什么控制 嗡嗡嗡又飞回来了 随后从阴阳沉暮中中口 飞出一座黑色宫殿 这座黑色宫殿只有几尺剑方 像一个小玩具 他从中口脱离后迎风变掌 而这座宫殿分明流露出一种 盛美极为熟悉的气息 一瞬间他心脏几乎停跳 难道他屏住呼吸 下一刻他感觉自己好像被人狠狠打了一圈 整个人完全懵了 他眼睁睁看着一个黑衣人影 如同鬼魅一般从这座宫殿中飘出 向着大红太子后心直飞过去 这个人影 这个人影 盛美的身体完全实化了 思维混乱 他几乎怀疑自己再度进入心魔的世界 分不清楚梦幻与现实 虽然只是背影 虽然他的气息也变了 虽然隔了万年的时光 但他根本不会认错 怎么 怎么 怎么会如此 这一刻的盛美来不及去惊喜 来不及去疑问 他的大脑完全停滞 灵魂波动都仿佛被冰封了一般 时间在这一刻定格 黑衣人影出手了 早在林明的恶魔分身 丢出阴阳陈墓中的时候 他的本尊就已经跟恶魔分身脱离开来 原本面对全力以赴的大红太子 林明固然不敌 但也不至于如此一败涂地 就是因为只剩下分身了 所以差距才变得更大 而林明的本尊却潜藏在混元天宫 混元天宫又藏在阴阳陈墓中里 林明很清楚 想要凭借阴阳陈墓中抵挡大红太子叙事一击 根本不现实 但是仅仅用阴阳陈墓中来庇护混元天宫 足够了 在阴阳陈墓中里 混元天宫只是遭到了声波冲击 而躲在其中的林明毫发无伤 这样做就能将林明本尊的消耗降到最低 令其一出现就全力以赴攻击 此时在林明眉心间 天幕道宫开启 而林明的铜人也变成针尖的形状 铜人周围布满繁杂的花纹 三成铜万发虚空 在两种铜数的共同作用下 那二十万天魔阵盘所有结构 林明尽收眼底 其中弱点暴露无遗 二十万天魔阵盘虽然强大 可它再强大也是作为攻击面的正面强大 论背面 它一样有诸多弱点和薄弱之处 空气暴动 三声长啸传出 在林明本尊体内世界 飞出精气神三大分身 三分身各持有一个黑色轮盘 三大轮盘叠甲 如同巨大磨盘碾压天地 而在林明背后有黑色的修罗虚影 震颤乾坤 所有的一切都向大红太子背剂哄来 什么 大红太子心中大惊 他几乎来不及分辨发生了什么 甚至来不及变清背后的攻击 到底是不是林明出手 这个时候 大红太子的攻击已经近乎落在林明恶魔分身上 根本来不及收手 全力以赴的招式 哪是说收就能收的 这正是他招式旧力已出 心力未生的节点 如果这个时候 他强行指出自己的招式 浑身对付背后的危险的话 他反而会因为自己强行扭转攻击方向 而处于完全的被动中 所以大红太子只是在千分之一个刹那 就下定决心 他心意横 继续一刀 向恶魔林明劈来 先杀林明 再说 生死攸关的一刹那 恶魔林明全身气血燃烧 在他体内吞噬荒索凝聚的全部力量 在这一刻毫无保留激发出来 他手持暗龙枪枪杆横沉 挡向大红太子这一刀 咔嚓 暗龙枪 猛然弯曲 枪身上覆盖着所有骨片 在这一刻如同碎枝一般爆碎 恶魔林明那粗壮的双臂 也跟着血管爆裂 臂骨都断了 大红太子的攻击太强 硬生生把暗龙枪压下去 冰冷的刀锋灌注天魔之力后 沿着林明的肩膀起了下去 恶魔林明身体猛的一阵 狂涂一口鲜血 他的右肩被完全展开 右肺也破裂开来 而且这一刀还蕴含了诸多天魔 一时间完全冲入恶魔林明体内 恶魔林明全身气血狂勇 三万六千毛孔 一同向外喷出血雾 而就在这时 在大红太子身后 林明本尊的攻击也到了 融合精气神三大分身之力 林明本尊这一击 已经动用能用的所有法则 融合能融合的全部力量 直接攻向大红太子后心 咔嚓 二十万天魔轮盘 在林明三生铜和天魔道工之下 被林明一击洞穿弱殿 直接爆碎 下一刻修罗转轮 翁翁旋转 直接镇压下来 大红太子头都没回 只是爆喉一声 在他背后那邪恶的纹身上 突然冒出一个鬼头 这鬼头有脸盆大小 是大红太子体内饲养 所有恶魔虚影中最大的一头 那鬼头张开锯口 向着修罗转轮 一口咬了下来 能成就中卫真神 而且还有潜力冲击 上卫真神的恶魔 没一个是弱者 在关键时刻 大红太子不但重创 林明的恶魔分身 竟然还能分出攻击 抵挡林明本尊 咔嚓修罗转轮 被厉鬼的獠牙 戒戒实实咬住 发出了令人牙酸的爆响 厉鬼虽然极为痛苦 满口獠牙崩碎 但他竟是硬生生 减缓了修罗转轮的攻击 使得大红太子 赢得一丝宝贵的喘息之计 有着一丝喘息之计 已经足够的恢复 偷袭我 没那么容易 大红太子大喝一声 全身魔闻依次闪亮起来 只是刹那 他体内的恶魔之力 就会彻底调动起来 放过身来 给林明本尊雷霆一击 而就在这时 林明本尊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他猛的松开握住修罗转轮的手 看似要放弃这一击 而就在林明松手的瞬间 一个不起眼的黑色立方体脱手而出 不偏不倚 这黑色立方体 正沿着修罗转轮滑下来 飞入厉鬼张开的大嘴之中 魔方摸入厉鬼的巨口 被他一口吞下 厉鬼猙獰 对着林明讨笑 而这时 大红太子也看清林明 他双目像是犀利的鹰眼一样 斗然眯了起来 绽放出射人的目光 你是太古诸族 不对 你是三十三天种族 大红太子瞬间从林明体内 感受到一股不属于黑暗深渊的气息 心中无比惊恶 三十三天种族的高手 怎么会跑到黑暗深渊了 而且他还藏在一个深渊恶魔体内 大红太子一时间想不明白 但这个时候已经不重要了 他把鬼头刀横尘胸前 面露残忍的笑容 不管你是什么人 今天遇见我 你都要死 大红太子一刀 向林明的头颅站下来 而就在他挥出这一刀的瞬间 他的笑容陡然凝固 在他背后 那猙獰咆哮的厉鬼 仿佛突然遇到什么无比可怕的事 他的身体剧烈颤抖 表情完全扭曲 身上出现叨叨裂门 厉鬼身躯完全撕裂 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甚至在大红太子身体周围 那被细锁链穿起来的恶魔 都被这一道凭空出现的漩涡波及 一个个被吸了进去 而这漩涡中心正是魔方 什么 大红太子心中又惊又苦 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法宝 他精心饲养的恶魔 以前就算被击碎 也会化成精血之力 重新被其他恶魔吃掉吸收 如此一来恶魔虽然死掉 但精血不浪费 对大红太子伤害不大 可现在那个可怕的黑色立方体 将这些恶魔吞掉后 就全部如同泥牛入海 消失的无影无踪 连他灌注在恶魔灵魂中的 气血之力也消失了 你敢行 大红太子当机立断 直接挥刀在自己背后一盏 汹涌的恶魔之力喷不而出 轰隆 在大红太子身后 气血爆炸开来 他自损魔头 大红太子全身临甲撕裂 背后全是鲜血 身体向着反方向直飞出去 而在不远处 看到这一幕的盛美 灵魂都在颤抖 心跳完全凝固 他的双目中 只有林明那挺拔的身影 他已经无法形容心中的感觉了 林明 他还活着 是啊 自己为何能在心魔梦境中 跟随林明一起经历生死轮回 看遍沧桑 那不是因为这魔神之木秘境神通广大 跨越层层时空 读取了林明的记忆 而是因为林明也进入了魔神之木秘境 同样承受了魔神之木心魔秘境的袭击 也无怪刚刚 林明在紧紧获悉圣典法则死之偏后 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参悟出完整的生死之道 那也是因为他很早就参悟了生死之道 才会发生如此不可思议的奇迹 至于此时在虚空中旋转着的神秘的黑色立方体 也让圣美心头矩阵 这个黑色立方体 与圣美前世记忆中的某些东西重合 仿佛其中尘封了圣美某些重要的记忆 不过这个时候 圣美已经无暇去探究 他清晰的感受到魔方所释放出来的气息 在心魔秘境中 将他两度从迷失的深渊中给拉了出来 否则的话 他恐怕会永久的沉睡在心魔中 神魂耗尽而死 就像之前那些死去的深渊恶魔一样 想到这儿 圣美的心情无比复杂 看向林明 原来救下自己的正是林明 原来一笔自己还低的境界战胜自己 将要与自己成亲的也是林明 圣美在短短十几期时间内 仿佛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思绪剧烈的起伏 而这个时候 在战场的另一边 林明本尊已经大不踏来 他伸手一招 随着一声轻吟 已经被撕裂所有骨片 恢复本体的暗龙枪 飞到林明手中 林明手持暗龙枪猛的一抖 枪身剧烈震颤起来 可怕的颤劲将空气都震开了 林明手持剧烈震颤的暗龙枪 一枪刺出 激烈的枪势 在空中引起了连魂爆炸 林明这一枪不求威力 只求速度 在大红太子一刀展开自己血肉 用气血崩碎之力震开魔方的瞬间 林明这一枪就已经杀到大红太子眼前 这又是大红太子就里勇气 心力未生的时候 而且大红太子身负重伤 林明这一枪从左下方斜刺而上 枪尖剧烈颤抖 让人根本琢磨不到他的位置 攻击轨迹更是刁钻之极 千变万化 滚 大红太子双目血红 如同因为受伤而暴怒的野兽 他逼出一口惊血 在虚空中燃烧 化成恐怖的力量 灌注到自己体内 而后他大吼一声竟伸出鲜血淋漓的左臂 直接向震颤的暗龙枪抓了过来 砰 大红太子手臂上的血肉被暗龙枪砸个稀烂 但他硬生生抓住暗龙枪 枪伸 确实 大红太子左手抓住暗龙枪 右手挥起鬼头长刀 一刀劈响林明脖子 他完全拼命了 这一刀挥出后 成百上千凶利的天魔咆哮冲出 在林明周围形成了恐怖的天魔立场 直接封锁虚空 大红太子燃烧自身惊血 斩出这一刀的时候 他已经势在必得 林明胜美惊呼 这个时候的林明 恶魔分身受损 仅凭本尊的力量 与大红太子近身作战危险之际 在这一刀劈血的一瞬间 从林明体内一散出生死本源之气 这些生死之气 交织出一朵模糊的红帘 栩栩绽绽放 那旋转的花瓣中 构筑出尚不稳定的小世界 每一个小世界都在不断成长 演绎出生生灭灭 生死轮回 林明的转生术 无论修炼时间 还是转生次数 自然都不如圣美 但他转生这七世 都是他亲身经历时间生死 体会在绝望中挣扎 有死到心生的涅槃全过程 光凭这一点 却又远非圣美能比 在得到完整的圣典后 林明已经将自己所体悟出的人生 与圣典融合 同样修出了转世红帘 七世转生的红帘 蕴含着林明七次人生 贯住其中的庞大怨力 相当于七个林明 一同出手 大红太子的刀光 撞击在转世红帘上 生死之力爆发 林明的七世怨力 让大红太子的攻击完全瓦解 森寒的刀光 直接破碎开来 形成席卷四方的能量风暴 大红太子身体矩阵 直接倒飞出去 一刹那 他感觉到一股恐怖的生死之力 冲入他的身体 死意破坏 生之力生生不息 难以被磨灭 死之力湮灭一切 大肆吞噬大红太子体内气血 在大红太子身受重伤的同时 他身体上附着的十几万天魔 一起咆哮 仿佛要挣脱锁链的束缚 冲出来一半 看到这一幕 林明眼中寒光一闪 他身体直飞而起 强忍着因为强行发动 七世红帘而带来的力量 亏空和反噬 再度将体内力量运转到极致 恶魔分身 回来 林明心念一动 原本被重创的恶魔分身 直飞而起 他那庞大的身体逐渐缩小 没入本尊林明体内世界 这一次是恶魔分身 融入本尊身体 而现在的形态 才是林明的最强形态 在林明身后 精气神三大分身 将他们的力量 全部灌注到林明体内 一时间在林明身后 再度浮现出修罗虚影 而暗龙枪枪身之上 也诞生了仿佛吞噬一切的修罗转论 融合一切力量的林明 再度向大红太子冲杀过来 找死 面对林明必杀一击 身受重伤的大红太子暴怒 他果断咬碎舌尖 再度喷出一口惊血 惊血燃烧 化成恶魔之力 溶住全身 一时间大红太子力量 肆意爆发 成千上万天魔 保隐鲜邪后 咆哮着冲出去 他们不顾一切 向林明扑来 所有天魔都已经狂化 任凭修罗转轮转转 切割 这些天魔却前赴后继 根本喊不畏死 轰隆轰隆轰隆 许多天魔 在接近林明的时候 就已经纷纷自爆 蕴含在天魔之中的 惊血之力爆发 形成激荡的能量流 震颤天地 林明的枪芒 直接被这些 汗不畏死的天魔给炸碎了 那修罗转轮 也在爆炸的光芒中 激烈的震荡 一道道裂纹 凭空出现 眼看着完全碎裂开来 林明目光一凝 大红太子已经不顾一切了 他竟然任凭 自己用惊血喂养的天魔 纷纷自爆 也要把自己杀死 魔方 林明心念一动 魔方呼啸着飞来 道道黑色气流交织 在林明身前凝聚成一道光芒 这些天魔纷纷冲击在光芒上 激烈自爆 而这个时候 魔方却如同一个大轮盘一般 嗡嗡嗡的旋转起来 他掀起灵魂漩涡 开始吞噬这些天魔虚应的能量 但即便如此 林明也感到无比吃力 他已经七大道工全开 并且燃烧了生门精血 精气神三大分身的力量 也全部贯注到林明体内 至于林明的恶魔分身 因为身受重创 能够提供的力量少了许多 在强烈的能量轰击下 林明全身血管爆起 一步步后退 他感觉在强大的冲击下 自己全身的气血 都仿佛要爆炸开来 魔方虽然是这个宇宙 最顶级的神器 但神器毕竟 它也是一件器物 它真正的威力 得要看使用它的人 魔方能够大幅度增加 林明的战斗力 但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增负 战斗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林明苦苦支撑的同时 大红太子的情况其实更糟 这些自曝的天魔 全部都是他用精血精心培养出的 每曝一个 都等于在大红太子身上 割下一块肉 现在大红太子已经脸色苍白无比 这一战他拼上了所有 就算他赢下来 他的实力也会永久性降低 甚至干脆跌落境界 从中位真神跌到下位真神 而且如果这样消耗再持续下去的话 大红太子的境界会跌落的更惨 从此无缘上位真神 甚至难以再回到中位真神的境界 这样的后果绝对是野心极大的大红太子 无法承受的 他此时对林明的恨意 已经如同洪水滔天 他嘶吼一声不顾一切 再咬舌尖喷出精血 随着精血的燃烧 大红太子的脸色更加苍白 而与此同时 更多的天魔从他身体上冲出 将这燃烧的精血吞噬下去 大红太子一口气放出两万天魔 这些天魔在吞噬大红太子精血后 他们呜呜怪叫凝聚到了一起 一个更大更凶利的恶魔虚影 在天空中缓缓凝成 这个恶魔虚影看起来像是一个古老的图腾 看到这一幕 林明瞳孔骤然一缩 他知道大红太子要做拼死一搏了 林哥哥 红尔有些虚弱的声音传来 林明眉头一皱 在这样持续的冲击中 红尔也有些受不了了 如果被大红太子这一击落实的话 不管红尔还是自己都承受不住 他必须在大红太子的恶魔图腾凝聚完毕前 强心出手 想到这儿林明一拳砸在魔方上 嗡 魔方旋转着飞出 周围咆哮的天魔被魔方大量席卷 其中纷纷爆炸开来 魔方剧烈震荡 黑色漩涡因为天魔爆炸的狂猛风暴 也有崩碎的趋势 红尔苦苦支撑 在这种情况下 他依旧操控着魔方的力量 释放出灵魂风暴 干扰着大红太子释放出的两万天魔 延缓恶魔图腾的凝聚速度 就在这时林明出手了 修罗转轮刚刚碎裂 林明根本无法短时间内凝聚 他只能强行透支前列 动用圣典法则 绚丽的红色花瓣流转而出 在林明身前凝聚 那每一枚花瓣都蕴含一个世界 其中贯注林明七世转生之地 然而在这些花瓣开始凝聚的时候 林明却身体一颤 脸色愈发苍白 阴红的血丝从林明嘴角流下 刚刚强行动用两次修罗转轮 以及两次转世红莲 尤其转世红莲凝聚七世怨力 原本就对林明消耗极大 再加上之前的天魔自曝 让林明体内气血浮躁能量不稳 现在强行使用这一招 险些让林明体内能量失控 糟糕 林明目光一凝 完整的盛典 他只是参悟了短短半年 即便林明之前已经误透生死玄机 可那毕竟是法则意境方面 涉及到真正的攻击手段 转世红莲 林明却根本没尝试几回 眼看着怨力难以凝聚 林明果断舍弃转世红莲 他肉身膨胀 在他背后一棵古老的大树 参天而起 这是邪神之术 以邪神之力做最后一击 虽然威力不足 但也已经是现在的林明 短时间内能够做出的最强一击 而就在这时 林明突然感受到一股无比熟悉的气息临近 一道黑色的倩影 如同青烟一般出现在林明眼前 他伸出千千十指 在虚空中连连点出 就像是蜻蜓轻点水面 每一次他如狱的手指落下 都在虚空中生成一圈涟漪 其中荡漾着玄妙的法则 盛美 你 林明猛的愣了一下 他知道盛美的情况 他身体极度虚弱 灵魂透支 现在光是这充斥空间的风暴 就能让盛美抵御的非常吃力 何况让他动用法则呀 他从侧面看到 在盛美嘴角溢出一道鲜红的血丝 就像是雪地飘落的红霉 鲜红刺目 你 你也动用了惊血之力 你 林明心中一指 盛美可是还有身孕呢 林明一只手点击虚空的同时 他另一只手还按在自己小腹上 分出自己燃烧惊血的力量 守护着能量风暴中的胎儿 而这个时候 盛美的另一只手 已经在空中快速虚点九次 九朵涟漪凝成九枚花瓣 九枚花瓣凝聚在一起 变成一朵微小的九转红莲 这朵红莲根本没什么威力 但它其中却凝聚了完美的生死法则 它可以说是转世红莲的根基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